欢迎收看精灵天下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证实除了五奈米之外 那么三奈米现在也会前进美国 那么面对去台化这样的一个声浪 那么张忠谋认为 台湾有这么好的晶片生产 那么羡慕嫉妒的人是非常的多 当然面对美中科技战 除了台积电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外 包括大陆的晶片业 是不是也开始出现开道车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硬材就说 现在中资企业正在降低 他们的技术门槛 包括中芯国际会采用 17奈米的制程 另外长江存储 也可能会减少3DNet的层数 另外氏族赛在卡达登场了 那么台湾的纺织业 现在也要来踢氏族 那么主要是像远东西 他们号称生产的球衣 那么现在就算踢完全场 都不会出现破损 而且也代工了九国的战袍 甚至连科技业都上门 要来寻找合作的机会 他们的纺织业 到底是如何华丽转生的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 陈伟良 大家好 央大经济系教授邱俊荣 大家好 台大电机博士曲建仲 大家好 以及资深分析师丁兆兆 大家晚安 好 未来我们看到 印才他说中资企业 现在正在降低门槛 其实包括中芯国际 还有长江存储 都有这样的情况 对 10月7号 美国对中国的新一轮 半导体经营实施之后 基本上估计半导体的设备商 大概就损失25亿美元 因为基本上现在 其实中国是全世界半导体设备 销售第一大的市场 一旦所谓的先进制程的设备 主攻了之后 没有办法再持续提供给中国之后 这对相关业者来说 当然会对营收跟获利 都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10月份 统计整个全球的半导体股票 市值是大幅度的增发 大概2400亿元 所以其实这一场半导体之战 基本上当然中国是不可能 坐以待毙 所以现在要怎么样去寻求 新的出口 第一个可以看到 刚刚所提到 根据应用材料的对外宣称 目前中芯国际 有可能就是把整个生产制程 调降到17纳米制程为主 这个部分当然它需要去 跟包含客户端 还有甚至设备商 去进行一些新的设计讨论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这个消息是从应用材料 传出来的 原因就在于 其实设备商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业界的第一个动态的消息 它的确会有所掌握 为了来讲的话 当然这个产品可能接下来 它在性能跟功率上面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 完全跟现金制程来做相比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还是能够有部分的替代作用 另外就是在长江存储的部分 128成以上的3D net 目前因为设备的部分 也已经没办法取得了 所以市并也必须 调降生产的规格 所以目前这个所谓的乘数 将来就会开始逐步的减少 所以在这两个业界的一个算是 重量级的公司 纷纷都把这个生产的制程技术 做了一些降规的调整之后 我觉得代表其实 中国现在是希望 至少能够在一些领域上面 它不要就是说 完全的停止生产 但未来来讲的话 可能要面临的挑战 主要就还是在于 第一个 现在大陆的一个半导体 因为被美国掐住了脖子 所以其实在这个业界的 很多优秀的人才 工程师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职业发展 其实也面临一个高度不确定性 未来会不会这个随时 可能因为你的公司 受到了管制 发展受限了之后 也许你其实也没有 太好的一个发展前景 所以现在有些人 干脆就想说 不如趁早就转到其他 没有受到制裁 没有受到管制的产业 所以的确从最近在上海 一些所谓猎人头公司 这边所传出来的消息 就发现说 有很多大陆原先半导体 任职的人才 其实纷纷开始寻求 其他的转业的机会 转到其他行业 另外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零组件 因为其实就算 自己的产品设计 或者说技术的调整 能够去改变一些设计跟规格 可是如果你要 完整的取得零组件的话 其实有很多还是来自于美方 来自于日方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来讲话 大陆本身的自治能力不足的话 这也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面对中美半导体大战 那一方面当然 人才一方面是零件 所以虽然中国现在开始 以降规的方式来应战 不过我觉得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们的一个企图心 像在中芯国际来讲的话 已经正式宣布 把2022会计年度的 设备的投资金额 从原定的50亿美元 大幅度拉高到66亿美元 那这个金额是一举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反而在半导体 没有那么景气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去拉高 他的这个投资的金额 对 所以看起来 就是希望说能够 在这个所谓不景气的寒冬之下 一来当然 你现在取得设备 相对是比较有议价的空间 议价能力 那二来就是说 这一场半导体的中美大战 它会打的是一个持久战 所以中国完全没有想要退让 或者说举白旗投降 而反而是希望 借由在这个时机点上面 大举的去扩充产能 然后增加更多的设备 未来要打的就是一个长期的战争 那除了像中芯国际之外 那我想在EUV光刻机 这个部分来说 它可以说是先进制程当中 绝对必备的设备 而目前全世界在这方面 当然拥有最多专利技术 而且做到世界第一 没有对手的就是艾斯摩尔 那中国一旦没有办法取得 EUV光刻机 未来先进制程怎么办 所以同样的三不转路转 那现在华为最近 算是公开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专利技术 就是针对新的 极止外光EUV的光刻机的专利 那也就是说 其实华为它透过 自己团队的研发 那它目前来说 在这个EUV的技术上面 也有所突破 当然目前来讲 距离能够真正的量产 这个还有相当的距离 不过我想 其实除了华为之外 目前包含就是像中国中科院 它也有一些技术 另外来讲的话 像清华大学 它也有研发了一些技术 甚至像上海维电子 目前他们在28奈米的EUV光刻机 是在明年就正式可以量产 交货给客户了 所以其实中国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积极的 其实透过在自己 研发能量上面的一个提升 也能够在掌握光刻机 一部分的一个技术 不过最近荷兰的部长 算是首度针对 中美的科技战火的议题 做了一次公开立场的表达 他说美国其实不应该去期待 荷兰会逐条采用 美国的所有的 对中国的限制 一些出口管制 就是你美国开出来的这些要求 我们荷兰不一定要招待选手 对 所以其实荷兰并没有 就是说完完全全 要按照美国的意思 那么逐条的 去按照美国的制裁的方法 其实他针对这个目前 其实中美贸易战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也提到 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 到底有哪些新规定 要去做实施 不过未来看的话 我觉得从这一番话的 弦外之音其实透露出 中国也许接下来 会有一线生机 就是说在目前美国所拉拢的一些 所谓的盟友之中 可能会有一些 愿意跳脱出来 提供给中国一些 在商业上面进一步的来往 因为这也是荷兰官员 第一次对这样的一个议题 有表达他们一个公开的立场 对 因为其实荷兰的背后 当然我们要知道 艾斯摩尔就是荷兰商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我也认为其实说 艾斯摩尔他绝对不想 失去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市场 也许在某些产品上面 受到限制 但是可能还有更多 将来可以进一步开发挖掘的 合作商机 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这一次 其实习近平的 新的幕僚团队的一个组成上面来讲话 我觉得很明显可以看到就是 有高科技技术或背景的人员 大幅度的增加 如果以这一次中央委员会来讲的话 具有比如说航太或者是AI 人工智慧等等相关的科技背景 专裁的官员 目前来说已经有高达81位了 占所有205名的委员当中的 这个比率大概是40% 对照上一届的组成来看的话 相关有科技背景的领域的官员比重 只有18% 所以等于是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以目前来说 这个其实透露出一个讯息 就是现在这个科技战 其实当然拉高到 国家最高的一个决策机构 希望就是未来要跟美国一较高下 甚至打一个长期的抗战 我认为在中国这部分来看的话 技术跟人才 当然它都还是有一定的底气存在 如果说未来要突破美国的一个封锁 可能就是除了本身自己的努力之外 我觉得的确就要靠 是不是有像荷兰或其他的国家 或许会在这个未来半导体领域当中 提供中国其他额外的一些协助 好 刚刚微良带我们看到 这是来自于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就是在美中竞争之下 像习近平是提拔了大批的科技的专业人士 现在进入到中共的领导阶层了 不过如果中资企业 刚刚微良也有带我们看到 这个为了要求生存 他们降低了这个技术门槛 我们要请教赵宇的是 如此一来会不会对台湾的二线厂 像是联电等等的带来一些压力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现在台积电也提了 其实他们明年成熟制成的这个价格 要调涨这个6% 但是联电也说 他们明年不会降价 都说这个成熟制成 我们先说这个现金制成比较好 成熟制成好像表现没有那么理想 但其实为什么他的股价 在最近也是一直涨 当然股价一直涨 这个部分来讲 当然是跟跌胜反弹有关系 不过如果从明年的一个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台积电现在已经先讲了 他说他调涨明年成熟制成的价格 6%已经成定局了 所以一线的大哥他确定调涨 但是二哥联电在这里 如果他这个地方 他不去把持住 他甚至说有在松动的情况下 那可能会造成明年 应该这样讲 可能明年本来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价格战 搞不好就会落在他的身上 所以在目前看起来讲 联电他对这个地方 他是没有松口的 他说我决定利手价格不动 他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他说因为降价并没有办法刺激客户增加下单 所以这讲话已经有一点点所谓的保守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我就算降价 那单子并不会比较多 让我整体营收也不会上来 所以他决定维持原来的一个毛利 就是也就是不降价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 三星其实LSI的部分来讲 他仍然依照常约规定 他还要再增加2822奈米的单子 委托给联电代工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他认为说明年 起码他看到的这个愿景上面来讲 还没有说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立即性需要降价 不过我们从美国美方这地方 一些供应商所传出来的消息 这个地方似乎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包含像应用材料 应用材料其实他透露说 因为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 所以他预期一些中国的客户 会改变生产计划或是制成技术 当然我们知道说 这个中国客户事实上指的就是 中芯半导体 他们直接讲说 随着中芯国际的布局 跟技术蓝图 可能会有所调整 那么朝向16奈米以上的 较成熟制成发展 当然目前传出来的消息是说 美国他对于 所谓的先进制成的这一块来讲 16 14奈米以上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是倾向怎么样 不管制的 也就是说更先进的 比如说在7奈米或者5奈米设备来讲的话 这地方会受到管制 所以他们的制成 就是往这些比较成熟制成去发展 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让市场上面 对联电的营收来讲的话 就带了压力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联电制成的一个占比 我先跟大家做个报告 黄色的这一块 这个黄色是28跟22奈米的制成 这个部分占联电的营收部分 高达25% 所以从这边过来看 黄色这部分 以及在这个 这是40奈米 粉红色这一块 以及这个65奈米 以及像90奈米 这整块来讲 我们画这个地方来讲 这整块 都是未来目前中心半导体 他们可能会扩中 这个所谓产能的部分来讲 会直接面对到联电通缉 大概版图就这么大 所以对联电本身来讲 滴滴确确确会是压力的承担 所以这个部分 让我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看一下这个地方 台积电跟联电的 竟然出货的一个状况来讲 目前看起来来讲 以联电第三季 今年第三季来讲 它这个事实上是有下滑了 就约当8寸的千片的 一个出货量来讲 它从2600掉到2597 所以可以看得到说 它第三季来讲 是正式出现一个 所以往下衰退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们看到 刚刚也有提到 你说这个股价是跌升之后的反弹 但其实所有的 包括像是世界先进 立基电等等 这个股价也都是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像世界先进 这一次世界先进的反弹幅度 在二线的金人代工里面 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它这一波反弹的幅度来讲 高达57% 所以在这个地方反弹上去 在整体而言的反弹幅度是最大 但是相对于联电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反弹幅度只有34% 甚至立基电 它只有33.8% 在三个当中来讲 立基电的反弹幅度是最少 我们知道立基电 它所做的来讲的话 它是在第一任这一块的 第一任这一块的 楼梯晶片的代工 当然在这里来讲 联电的股价来讲 目前看起来很明显的 就受到这个影响 不如世界先进 因为世界先进 它在这里是台积电 转投资的公司 所以从股价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似乎也开始透露出 哪些公司在未来可能比较会受到 中国大陆产能的一个排挤 以及哪些公司可能比较不受影响 从这个地方来讲 大概可以看得出端倪 好 刚刚这个赵雨淡 我们看到中国的半导体 现在似乎是在走回头路 那么最主要就是要应对美国的制裁 那么台湾的成熟制程 其实也多多少少人会受到波及 那么在今天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他也证实了 不止5奈米现在前进美国 那么3奈米接下来其实也会过去 那么就要请教这个曲播 这样会加深去台化的疑虑吗 而我们知道台版的晶片法案 在明年元旦就要上路了 可以减缓去台化的冲击吗 对 这个过去的新闻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很早我就讲了 去美国设厂 不会只有台积电的5奈米 一定更先进的3奈米也会过去 美国要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简单的说就是台海有任何变化的时候 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制程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晶片供应无余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只要5奈米的 3奈米出来了就会过去 将来2奈米甚至1奈米有做出来 也通通会移过去 最近的新闻各位也看到 台积电1000个人的包机 已经飞到美国去了 其实就是协助当地的工厂 能够落实整个制程 所以美国的晶片法案 确实是吸引了很多 先进制程的厂商到美国去设厂 我们该怎么因应 我想这里面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就是台积电去美国 当然他们没办法拒绝 但是某种程度也是台积电自己在分散风险 当客户觉得有疑虑 担心说在台湾生产晶片可能有疑虑的时候 台积电能够给的第二个方案 当然就是把这个订单转到美国厂 当然价格就会比较高 这个由客户来决定 风险高的当然价格低 风险低的就价格高 这非常合理 不然的话客户不得已还得要转单 可能就要转到三星跟英特尔 这个对台积电也不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基本上是正确的决定 同时当然所有的供应链也会过去 这个一定会 我们要怎么因应 所以我们就有台版的晶片法案 一样是补助厂商 当然就是要协助这些台湾的厂商 能够维持在台湾在地生产的竞争力 好你之前就有提过 就是五奈米过去之后 接下来三奈米就要过去 不过大家也很担心的是 这样是不是真的去台化的情况 是正在发生当中 去台化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现在进行事 事实上经历过上一次的军演之后 各位可以想象 所有的外商公司的这些主管们 一定都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突然有一天台海封锁起来 然后高通苹果一颗晶片都拿不到 会是什么情况 我想这些外商公司在商严商 站在他们的立场 他们当然会希望有第二个选择 所以才会有了美国版的晶片法案 我们该怎么因应 我个人是认为 第一就是我们也不需要自己吓自己 因为在美国生产确实成本就是高 即使今天你有晶片法案补助 事实上它成本还是高 跟台湾竞争起来 还是有成本的问题 台湾因为现在也有台版的晶片法案 所以对这个厂商来说 基本上也是一个补助 所以也鼓励他们 可以留在台湾 有更好的发展 而且最重要的是技术的提升 因为台湾有很多厂商 其实还没有办法做出 先进制程的设备 检测设备 材料 特用化学品 我想这种先进制程的开发 相关的技术 一定要持续下去提升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 这些厂商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即使是到美国设厂 去在地的供应链 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去切入其他的厂商 譬如说英特尔三星 在美国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地方 那也就是台湾这些厂商的机会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就是提升技术 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然后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去打国际杯 把我们的整个供应链 不是只有台积电 是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的产品 通通利用这个机会 打入国外的公司 我想这个对台湾的整个产业 其实反而是好事 在这次这个台版晶片法 大家觉得是对半导体来说是利多 但是现在也有出现另外一种声浪 就是被质疑说 是不是只有独厚一线的厂商 我们看到在利基电的 这个创办人黄崇仁 他就提出质疑了 他说在这一次的这个 初步定制的适用门槛 只有针对台积电 这些少数几家在量身定做的 那么他就表示 如果说只有独厚台积电 这是绝对不公平 而且不合理的 它会代表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 是会绝对的反对到底 那么他认为台积电 确实对台湾的半导体 有很大贡献 但是台湾也并不是只有 台积电一家公司而已 就要请教的是邱教授 那么黄崇仁这样的一个看法 您觉得台版晶片法案 这样独厚单一产业的情况 是不是很明显 而且如果说整个 对台湾来说 产业的分布太过集中的话 是不是对台湾的经济 也不是好事 好 谢谢 我觉得黄总市长很可爱 本来就没有要公平 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要公平 今天如果你要说 对半导体产业都要公平 不是只有对一线厂商 其他的产业是不是也要 你说机械业 我们等一下要谈的仿制业 是不是也都要 所以这个雨露均沾 就等于没有 政府的资源也非常有限 所以从扶植特定产业的角度来讲 事实上这个 我们要先讲的前提 就是并没有政府从头到尾 都没有要公平这件事情 大家得去想一想 因为半导体产业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其实到目前为止 提供了台湾非常好的 所谓的在经济上的安全防卫 我们可以想 如果我们不是半导体 有这么强的优势 现在可能全世界都没有要理我们 所以它发挥了一个细顿的功能 这个细顿的功能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正的外部性 我不是只有产业赚钱而已 它可以外溢到整个国家 可以受到我这个产业发展的保护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功能存在 如果你这个产业 或者甚至特定的企业 你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政府去花人民的纳税钱 去做租税的优惠 当然是OK的 从头到尾都没有要雨入均湛这件事情 对于要不要去透过 现在我们所谓的台版晶片法 事实上台版晶片法正式的名称 是产业创新条例的第十字二条 所以它没有一个正式的法案名称 叫台版晶片法 但是你从这个名称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它就是真的晶片 因为它这个条案里面 没有晶片 没有提到任何晶片 这个特定的名词 他讲的就是说 任何在国际间 具关键性的地位 你投资的前瞻的研发 非常好的制程 一定要是先进制程 对 当然今天也很有趣 今天也有立委在质询 因为王美化部长 当然对这个事情很敏感 他说不是不是 没有这样子 其实其他的如果 也符合这个条件也可以 他举了这个例子 比如说5G或者电动车 大家就好奇了 你这5G放回这么广 我们现在的租税优惠的方式 其实是用投资抵减 5G其实很多是软体应用 你怎么样去试用 这个所谓的投资抵减 事实上到现在都说不清楚 刚刚你有问到说 产业太过集中这件事情 应该是这样讲 现在其实对全台湾的人 我想都是一个矛盾 台积电这么强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 他提供的台湾细盾 所以他的地位非常重要 都值得我们大力的支持他 但是也不要忘了 台积电在台湾耗费了 非常非常多的有限资源 包含水电土地 甚至大家最惯心的人才 对其他的产业 也造成了某一个程度的排挤效果 排挤效应 所以我们前两年都说 半导体有5年容景 10年容景 我们都觉得投资是很合理的 很划算的 没想到两年整个景气就反转了 所以你资源这么集中 在这个特定的产业 会不会遇到一些外在冲击的时候 就遭遇到一些不可测的未来 其实这个当然都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风险 所以其实我们在产业发展上面 其实我们也非常强调 多元发展还是重要的 就像政府现在也推 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也希望能够多元的发展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刚刚曲博也提得很好 我会觉得说 其实无论你去美国制造 供应内都过去了 但是最核心的研发留在台湾 我想这件事情大概是可以确定的 那这件事情可以确保 那部分的即使是先进产能 移到国外去 我其实都觉得非常赞成 因为你释放了部分的能量 让台湾可以发展在半导地产业 以外的其他的产业 我们常说半导地产业 是我们将来要发展5G智慧应用 各式各样的基础 但是我们现在基础很强 但是你基础都把资源吃掉 你怎么发展后续的东西 所以就这个事情来讲 我不觉得所谓的去台化这件事情 会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无论是10奈米的制程也好 7奈米以下的制程也好 台湾现在占全世界的产能 都还在六七成以上 即使你有一部分移到美国去 我想对台湾来讲的影响 到目前来看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只要确保核心的技术研发 留在台湾 然后释放出一些有限的能量 给其他的产业做均衡的发展 我想适度的有一些产能外移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我可以接受的事情 其实除了半导体晶片之外 我们说到台湾制造 其实连氏足赛都很爱用 像这一次氏足赛的部分 其实包括球衣 球裤球鞋等等 都可以看到MIT 像是远东兴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请教赵宇 远东兴他们号称 在这一次他们代工了 九国的战炮 而且说打完全场 其实球衣都不会破 我们先看 这个衣服为什么容易破 因为所谓的运动的机能衣 他们是用锯子纤维来做合成的 当然如果你锯子纤维越多的话 它越轻 但问题是相对上面来讲的话 越轻它可能越不耐碰撞或是拉扯 这是一个2016年的时候 欧洲杯小组赛的过程当中 瑞士队在80分钟赛程当中 破四件衣服 你看足球赛都会破四件衣服 足球这种脚踢的 只会拉到那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拉扯的一个状况下来 其实对球衣本身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张力 因应运动医 它其实要有一个稀释排汗的功能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要轻量化 但是不到200公克的球衣 怎么样去做一个耐冲击跟耐撕裂 它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是怎么样 这个标准就是 第一个 它所谓的抗暴测试 抗暴测试第一个 最直接就是拿一个煎物 比如说像笔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拿出我的笔来 我们的笔基本上 尖尖这个东西这个煎物 可是你一般的衣服 如果不是这种 Polyester那种 不是那种锯子纖维的 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 所谓这个 防穿刺 比如说牛仔布 很重 可是它不容易穿破 但是像我这那一层 这个就是有Polyester这种 这个我就要用力 可能这个地方来讲 就会被穿破 它的压力是要到达多少 它的一个测试的压力 就是你要出货 它给你的一个标准 是要250千帕 这个一个是很强的一个 所谓这个穿透力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要手撕球衣 也就是说你在拉扯过程当中 对不对 你再拉拉拉 撕不破 不会拉成这样子 或是拉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布料要承受那个扭力 是15牛顿扭力 这么大的一个扭力测试 所以远东西就是靠 这样一次一次一次的 去做去测试 不同的去从他们材料当中 去做就达到这种所谓 抗暴测试 包含像这个穿透测试 包含像是这个撕裂测试 用这种方法 它成功达到怎么样 今年氏族赛的一个球衣 所以可以看起来 这个商机来讲 滴滴确确是非常大 那远东西它不是在现在才开始做的 其实早在几年之前 我不晓得观众朋友记不记得 台北市的花博 花博里面有一个场馆 那个场馆里面 主建物的一个材料 就是用它们回收的环保 锯子纖维来做成的 它们是回收海洋里面的宝特瓶 做成的所谓的海洋砂 所以它这个部分来讲 也成功的去打入到 整个氏族赛的商机 另外我们来看 如果下一个阶段来讲的话 对 这个部分来讲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球衣的商机之外 另外一块在所谓环保材质当中 像苹果 它为了达成在2030年 净零碳排的一个标准 它现在开始陆陆续续 很多东西它都要用所谓的回收材质 要环保考量 对 比如说在最新的iPhone14天线 跟iPhone13的天线来讲的话 它所用的就是环保材质 回收材质的一个材料 所以远东新这个地方来讲 它的产品也已经打到 科技业的一个里面了 另外包含像是特斯拉的Model Y 这部分它跟Model Y所合作 是锯子型的安全气囊 它也可以成功的让整个 安全气囊让它轻量化 降低整体电动车的一个载重 达到环保节能的要求 所以它这个地方是稳定成长 而且是商机可期的 所以整体而言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远东 这个建筑物 就是在花博场馆的部分 它的整体这个部分来讲 都是用所谓回收的锯子型的 所构成的 这个部分来讲 会是一个相当大的商机 另外来讲 包含像是全球最大可口可乐 他们所做的这些所谓的锯子力 而且他们是用在身的PET 这个部分来讲 应用到全球最大的 这个饮料制造商 可口可乐集团当中的一个 达到他们的一个供应链 好 刚刚赵宇丹我们看到 是现在在这一次的氏足赛 我们看到传统产业远东西 那么在这一次可以说是 包括他们提供的球衣 可以号称真的是撕不破 而且现在还打入了包括食品跟电动车产业 我们接下来请教这个曲波 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卡达世界杯的部分 其实又引入最新的一个科技 就是用AI来当裁判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会不会让整个球赛 这个比赛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公正 对 可以让比赛更加公正 我们知道那个在球场上面 其实变化是瞬息万间 然后球员这么多 然后裁判虽然人数也好几个 但是人的眼睛有的时候 不可能判断得这么准 再加上那个球又这么小飞来飞去 所以这一次的技术 有什么特别 我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是足球 足球里面放了一个这个叫IMU 这个IMU主要就是利用 所谓的三轴加速度感测器 跟三轴的陀螺仪去侦测这一颗球 它的动作 惯性量测装置 所以这个球在场子里面的任何位置 它都可以侦测出来 而且状态也侦测出来 透过无线通讯的方式 把它的位置跟状态传送到接收器 每秒可以传送500次 那个球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一秒要有500次 它才有办法非常精准 同时在整个球场 总共架设了12支的影像感测器 监视器 把全场所有的这些球员的动作 全部拍下来 这个示意图就是告诉你 它可以分析球员的动作 每一个人身上 有29个data point 就是资讯点 分析他的肢体动作 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 手跟脚的动作 这些讯息 全部经由感测器收集起来之后 就可以由电脑来判断所约的月位 那个足球有所约的月位这个东西 我想我就不解释什么是月位 总之 月位的判断 基本上本来就很困难 但是有了电脑之后来辅助 再由这个足省裁判来判决 这样的精确度很高 比以前还要高 那这些动作是每秒50次的频率 来传送这些数据 所以球因为速度比较快 就是每秒500次 人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所以每秒50次 那最重要的是 这整场打完之后 所有球员的肢体动作 是不是全部都会被记录下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经由AI 经由人工智慧的方式 来分析这些球员的特性 那么每一个球员 他在比赛的时候 应该是用什么样的策略 才是正确的 这个不只是可以给 大会当做裁判的依据 同时也给球队当做参考 所以它是一个大数据的收集 对 事实上这样的技术 现在越来越常用在 很多实际的场合 譬如说之前台海在军演的时候 美国人其实他就是用了 这样的软体在判断 透过卫星的照片 透过一般的监视监控器 把所有的影像送回电脑来判断 就可以判断对方的动作 还有意图 所以同样的技术 也可以用在球场上面 可以提供球队 判断自己的球队的策略 要怎么调整 战术的调整 或者是你的竞争对手 对方的策略是怎么做的 我要怎么去突破他 所以可想而知 未来会有一种状况就是 在比赛的当下 很多战术的变化 不是人来决定 也不是裁判决定 可能是用人工智慧 AI的方式 经由现场的判断评估 然后来决定用什么方法 做他的策略来破解对方 这个就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想 各位现在看到这个图 就是两队 这里面包含攻击者 这边是蓝色的部分 是攻击的球队 红色是防守的球队 所有的这些动作 都可以经由影像收集之后 再用人工智慧 做运算跟判断 这个我觉得 这是未来整个发展的趋势 刚刚曲国的我们看到 包括运用AI 还有大数据 都改变了现在足球的一个比赛 不过我们说到 在这一次这个氏族赛 还有很特别 是史上第一次 在中东来进行 这样的一个比赛 不过我们说到 在这一次卡达世界杯 也被指引说是史上最贵的 可能要承担亏损 那么为什么卡达 还敢这样做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好 有的 好 有的 好 好 好